拿鑽著左手在左邊肩膀的正下方 你慢慢的身體前彎 吐氣左手推 胸口轉到右邊的方向 做了跑者瑜伽之後 再來跑步 真的有差別喔 筋啦 肌肉啦 關節啦 都得到了充分的柔軟 釋放 下次我要持之以恆繼續練習 吸氣 把手往天彎板的方向延伸拉長 你感覺這個地方你的肋骨的兩側往上提 腰伸拉長 吸氣 吐氣 手往前 再一口吸氣到你的胸 這次吐氣 手甩到右邊 今天帶焦哥來體驗一下畢神瑜伽 那我們是透過兩條瑜伽繩跟一個腰帶 來幫助我們能達到身體的一些伸展 跟放鬆 這個課程呢 很適合各個程度的學生來上課 那焦哥已經在Pure練習長達五個月的時間 我相信不是個問題 吐氣 臀部往後推 推 再推 耶 那你停在這個地方 對 感覺你的腰身拉長 蓋有點微彎一點點 重心要扎穩 把你的右腳跨上去 這堂課的過程中 聽從老師的指令 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來做行動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焦哥在這個方面呢 這個很認真 而且他在過程中很清楚地知道我 我所教給他的指令 然後他可以完成這些動作 腳用力 對 好 來吐氣一下 讓腿要保持有力量喔 最後一次我們要停在上面囉 所以深吸往上拉高 好 可以 手輕輕地放開來抓繩子的後方 把身體的重量交付在你的袋子上 手一樣放鬆 好 身體往後躺 拿腳踩上去 可以慢慢的 好 直接放鬆就往後倒 他後面躺下來的表情都可以放鬆 所以我覺得這堂課對他來講 真的這個很舒服 又可以放鬆身體 很好的選擇的一堂課 這樣上課我覺得上的比前幾個月來輕鬆很多 從前面的暖身一直到後面做的動作 我相信所有的人 你就可以從畫面上看得出來 真的一根開始PRO啊